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首先講講01有直擊 據報又是流馬車 流馬車近日準備打拳賽 我今天開記者會 在記者會過後 據報流馬車是遭到警察帶走 是怎樣的一回事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講 據報中港的流馬車近日攻陷全灣 詳情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關01直擊 陪新擂台無敵杯的記者會過後 選手流馬車遭到警方帶走 報導的內文提到 網絡紅人自稱流馬車的劉俊軒 是被警方帶走的 流馬車原定在明天12月1日 參加由鍾培新舉辦的陪新擂台無敵杯 和龍森進行拳賽對戰 他今天穿著紫色複褲 在金鐘的統一中心出席記者會過後 在傍晚6點2離開大廈的時間 被警方帶上警車 暫時未知他能否出席明天的比賽 01記者在現場觀察 發現警方早於下午4點多 記者會進行期間 已經在地下手朱待吐 等待記者會結束過後 警方分批進入大廈 求求2至3名便衣探員 在流馬車走出大廈過後 上前展示委任證 將他截停 和帶上警方的七人車輛離開 過程當中流馬車未有反抗 01正就事件向警方查詢 另編商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有關流馬車 據報是涉及非禮被捕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流馬車涉及非禮13歲的女童 在拳賽記者招待會過後 被警方拘捕 報道結內文提到 自稱流馬車的27歲網絡紅人劉俊軒 在今天11月30日出席陪身擂台無敵杯的過榜儀式記者會過後 以涉嫌非禮被警方拘捕帶走 警方日前11月29日接獲報警 就說一名13歲的女童傍晚時分 在天上為一個運動場 懷疑被人非禮 警方到場調查 發現男子已經逃去無蹤 於是翻查附近的閉路電視 發現涉案男子的容貌 還有身形與流馬車相似 懷疑她和案件有關 案件交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以上來自HK01還有星島日報的報道 流馬車本來明天打拳賽 打拳賽之前被警方拘捕 嘉欣據報有消息指 她又非禮一些女孩子 也是有的 因為之前也試過 在內地坐了好幾年監 回到香港 然後又說要給她機會改過自身 誰知又來過 之前也有幾宗牽涉在天上為區 一些猥蝕案件 最新情況 警方在拳賽的記者會過後 帶走流馬車 至今未知流馬車明天能否打拳賽 另外亦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中港流恩攻陷荃灣 警方拘捕了92個女子 檢獲愛滋病測試劑 治療性病症狀的藥 報道的內文提到 中港流恩攻陷荃灣街頭 公然拘捕 嫖客 嫖客是會埋身 浸問家 令到屎容 污煙漲氣 對一般市民大眾造成滋擾 有見及此 警方採取行動 聯同入境處大型掃黃行動 一共拘捕了92名中港女子 更加檢獲了愛滋病的測試劑 治療和舒緩性病症狀的藥物等等的證物 警方說行動過後 街頭賣淫活動情況有明顯的修煉和改善 並呼籲業主和義房東 租出單位前 應該盡量了解清楚租用者背景 和使用目的感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問問荃灣的網友可能比較清楚 最新情況 警方拘捕了92名女子 來自中港兩地 另邊商說近期荃灣的流氧情況 可能特別猖狂 警方說情況有所改善 是不是這麼快有改善 暫時未知 問問荃灣的網友 另外也說過這宗熱話 有關公屋輪候 就說等足七年半 第一次派屋順利畢業 獲派天水為所謂前居屋 事主覺得完美地說 報導的內容提到 這位現居於大埔的網友 在Facebook的公屋群組發貼文 表示輪候公屋已經七年半 近日終於收到第一次派屋的通知 獲派天水為盡雲軒 他就說大埔人第一次派盡雲軒 七年半完美畢業 雖然小朋友要轉校 事主也都已經上門看單位 從照片可見 聽堂寬敞光潔 尷尬到你想 由於晉雲軒 原本是私人機構參建的居屋 因此造工和一般的公屋並不一樣 不過現在已經改為 是公共屋邨作出租的用途 獲派如此的順盤 事主難掩興奮的心情 在留言區回應網民的時間表示 除了廚房、廁所之外 已經改好兩間房 基本上都可以直接入住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鑑雲軒的確是正盤 因為是私人機構參建的居屋 為何居屋會變成公屋 原因來自2003年 當時曾蔭權殺停居屋 結果有些建好的居屋都要被人住 結果就出現了居屋 轉成公屋的情況 這位事主輪候公屋等了七年半 派天術圍的張雲軒 相當開心 另外也提到另一件熱話 跟這個買樓有關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有個港男力勸 月入五萬元不要買樓 大身生活妻慘 就說差過公屋拿中緩 報導機內文提到 這位港男在連登討論區 以法國月入五萬元 真的不要學人買樓為提法鐵文 表示每個月各項開支令人頭痛 就說公樓、管理費、保險、集費 一個月都沒有三萬多元 而吃飯又收五千元 再加上定期要交稅 和不時去旅行 收入差不多是越越清 他甚至認為買樓過後的生活質素下降 就說生活質素還差過住公屋拿中緩 鐵文在網上引起極大的迴響 網友意見兩極吉 有部分網友反對事主的看法 更加有人質疑事主買樓之前沒有計過條數 高估自己供樓的能力 也有不少網友認同事主觀點 只在香港供樓確實不容易 還受到加息影響 就說事實五萬元月入 很難供到六百萬元以上的樓 也有人說其實最主要就是加息 才供到那麼慘 希望不要加息加下去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給點智慧過他 這位港男估計現在面對著一個很大的財政壓力 就在這裡大腎 人工越越清 結果就覺得很頹 寫了上網 問大家意見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 聊聊聊 另外也說過這件熱話 網友近來在說什麼呢? 話說一人一間香港最想倒閉的餐廳 淡仔竟然有上榜 究竟誰排第一位呢? 報導的難民提到 話說有港人在Facebook群組 以最想香港快點倒閉的餐飲黑店集團為提發起討論 引來近二千位的網民留言激變 不少的香港連鎖人氣餐廳都有上榜 話說排第五位是大家樂 大家樂是港人最愛的連鎖店之一 過去都有不少的忠實食客 不過他近年的質素下降 食客都大膚失望 另外第四名是大 第四名是太興 太興憑著燒美和中式小炒菜打在名堂 但近年就被網民指水準下降 第三是翠河 翠河是香港連鎖餐廳之一 分店都遍佈全港多區 但他的食物質素就令到網友不敢恭維 第二就是意樂 話說意樂就是百分百餐廳和牛奶冰室的同一個集團 不過同樣被網民炮軍說他的餐廳服務差 而第一名就是百分百餐廳或者牛奶冰室 據報百分百餐廳和牛奶冰室是同一個集團旗下 他們的服務態度還有食物質素一直都有不少爭議 當中他的檸檬茶不用紳思的檸檬 而改用蔥劑的舉動已經引來眾人的負評連連了 就說化學的凍檸茶試過包你不會回頭 以上來自網媒新假期的報導 話說淡仔都有上榜 不過就排第六位 令B商一人一間香港最想倒閉的餐廳 大家怎麼看呢?頭三甲大家算不算是認同呢? 不妨劉國賢聊聊天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謝謝大家 再見 оль